真没想到 把鸡蛋打入青椒里面 放在锅里面揭一揭 会这么的好吃 出锅以后 色泽金黄香气四溢 不管你是用来下饭 还是下酒都特别的不错 关键式操作起来还特别的简单 您一看就能学会 首先我们把大蒜子放在菜板上 先用刀把它压扁 然后再把它们剁成蒜末 尽量剁得碎一点 这样蒜香味才会更加的浓郁 处理好之后 我们先把它装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再准备几颗清洗干净的青椒 先用刀切去辣椒地 然后再把它们改刀切成小圈 这种青椒的辣味不是很毒 吃起来非常的鲜甜 然后我们再用刀把它们剁成碎末 这样熟起来更快 感觉会更加的入味 全部改刀完成之后 我们把它和蒜末一起放入大碗中 接着我们往大碗中打入几个鸡蛋 家里面人数比较多的话 可以多放几个 调味加入少许的食盐 少许的鸡精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让调料化开 也让鸡蛋和辣椒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搅拌两到三分钟就可以了 起锅 我们往锅中倒入适量的菜籽油 油热以后 把刚才搅拌均匀的鸡蛋辣椒叶倒入锅中 先不要冻锅 蛋饼接至一面定型以后 我们再轻微的换动锅把它接至金黄 一面接好之后 用锅厂翻过来接第二面 两面都接至像视频中这样金黄就可以了 这样就非常的香 而且特别的会有食欲 最后只要把它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就这样一旁色泽金黄 香气四溢的青椒接鸡蛋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非常的适合下酒优效饭 有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 简幅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二话 再次感谢你们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